其实政府的政绩应该是总统竞选连任的最佳后盾 但是行政院各个部会最近却不断闹出争议事件 从农委会教育部到文件会 各个都遭到舆论抨击 行政院长吴敦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昨天在院会忍不住动怒 甚至点名部分单位无能败家 这段话说的相当重 行政部门连串出包 从农委会取消补述平铜鲜奶 到教育部禁止师生练 近六岁以下补习等等新闻事件 引发争议成为在野党攻击目标 只是选战倒数部会却常常出问题 让行政院长吴敦毅在十号院会上动物开骂 我当然不能讲说花钱不应该轻轻的讲 当然我要讲你有事该做不做 当然就是无能啊 那能两年做好的拖四年你就是无能 吴敦毅点名林务局在林地租放上效能不张 像是因回收的徒弟却迟未收回 或收回后又闲置遭人占用或任期荒芜 损失出租管理费的收入 让吴敦毅偷骂败家甚至无能 林务局为农委会所属单位 被吴敦毅点名无能 农委会副主委王振腾回应 会虚心接受检讨 王振腾表示林务局组成专案 进行检讨改进 选前六十多天 行政部会几乎天天有新闻惹出争议 吴敦毅震怒警定部会 要为执政团队紧急止血 避免影响选情 介绍陈伯玉 特别报道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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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